各位法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 其实我们第15页讲到学系的这个部分 学脉的系统来看其实是很不容易看得懂 那么我都把它归结在这个第二页的讲义里面 那么也就是说 其实从大乘的经典来看跟大乘的论典来看 它会出现两种不同的什么 两类不同的 一个叫做盼大小的空相应经 那以大乘来讲的话那就是属于什么 波瑞经系的 波瑞经系很多 它是很多的 所以它波瑞经典 还有呢就是不空相应经 它是属于什么 真常维心系 那如果从大乘论典来看的话 它是不是也是有两系 就是中关系跟什么 维世系 所以这样合起来是不是 这个是同一个系统 就是导师讲的信空为名系 这个就是什么 虚妄维世系 这个下来是不是就是所谓的真常维心系 所以它也一样是会有这三系 那这样合起来的真常维心系 这样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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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合起来 以信空为名来讲 它是不是有经有论啊 这里有经这里有论 对不对 维世系呢 有没有经经典很少 它是什么 论多 经少嘛 对不对 那这里呢 经多 论少 这样那么搞得清楚 可以吧 其实就是这三系 有没有 这样懂了吧 从经典来看跟从论典来看 那我们说所谓的维世系 维世系呢 它也是透过什么 透过空相应经有没有 在这个的下面 说它是透过空相应经跟不空相应经啊 等于它是透过经典在和 再加上了什么 说一切有 融会出来的 发挥出什么 法相为式的学系 所以我们说这些学系一定要有理论的基础啊 一定要有理论的基础 所以我们说真常维世系呢 它的争议性最大的就是 它到底在这个之前还是后 有没有 中国传统的都认为这个在它前面 好 我们说在现象上 它其实很早就有 但是要成为学系它很晚 因为它要摄取这个来 来壮大它自己本身 所以它有很多的观念 会跟它很接近 但是它又自成普系 像念佛啊 这些法门来讲的话 其实起得很早喔 起得很早 好 传修啊这些 其实都起得很早 但是那个都还没有成为学系 都还不能成系 虽然它的经典起得很早 经典出现得很早 好但是呢 因为它如果论点这些还没有 还没有跟着出来的话 它不成为学系 这样能不能理解 所以它必须其实 纵然它少是少 它都还是要有论喔 不能没有论 所以像星空微明系 它是不是比较平衡的 经论都 它比较平衡 有经有论 那这里呢偏于论 这里偏于经 但是它还要有论喔 所以大圣起信论会是 真传维世系的很重要的 的一部论就是这样子 好所以导师会比较 从这样的角度 给予大圣起信论 比较合理的历史定位 是不是 这样是比较客观啊 而不是说 它怎么跟维世部一样 所以它就不对了 它本来就不同的系统 怎么会一样呢 它若是一样 它就叫维世系就好了嘛 是不是这样 它是属于真传维世系嘛 它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啊 这样可以知道吧 所以大圣起信论一直 就是说 它是属于真传维世系里面的 一部很重要的什么论点 这是从学脉的系统来讲 好所以这样 这个就是说会比较复杂一点 好所以再把它归纳一下 这样是不是有点概念了 好所以呢 在我们的第16页 第4行 我现在用的就是我们大部分的人用的这一本 第16页第4行 有没有 它各 第三行第4行这里嘛 论点大分为两宗 二宗就是宗关与维世 气筋也可以分为两系 有没有 叫做什么 信空系跟什么 维星不空系 维星就不空了 信空系就是属于什么 这个波瑞系的 那由此 那由此 总和为三宗 本论是属于什么 珍藏维星系论 维星论里面的一系 所以不能 不应该专于空中或者维世中的观点来论断它 那不同角度 不要说从 信空系或者从维世系来论它 可以做比较 可以摊开来做比较 但是不能说 我不合乎我波瑞系你就不好 或者不合乎我维世系你就不对 能不能这样子 其实这样是不对的 因为前面是不是在这个 评断的这个过程当中 有的就会认为说他不合乎什么 维世嘛 说他这个是错误的有没有 是偏执的 所以派世大师才起来维护啊 不能说 当然跟维世系事有所不同的 所以他做了一些解释有没有 那个往往都是从什么 从自宗出发去评断另外一种 这样是不对的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的话 所以本论无论是中国或印度造的 是不是就不是最大的关键 他所代表的思想 在佛教的思想史当中有他独到的价值 他的价值在于哪里呢 就他属于什么增长维心系里面的 在论点那么少里面的一部非常重要的论 他少是少 但是偏偏大胜起信论就是 就是一部很重要的论 在增长维心系里头 是值得我们深长的研究 这样是不是可以看得 是不是可以理解啊 所以不管他是否印度人 还是中国人所造 是不是都不是最重要的 那前面老师也讲过嘛 不管是马鸣还是 是不是马鸣 是不是真谛 对不对 他也不是那么重要 主要是因为这部论 他本身在整个思想史里面 就有他独到的价值 因为他提供了什么 增长维心系里面少有的一部 少有的论点 而且是有分量的一部论点 不能因为他有可能不是而失去他的价值 他不是古董啊 对不对 他是思想 是配合了整个的那个 那个思想史的一个脉动里面 我们可以 是不是可以体会到 他真的是属于什么 增长维心系里面的一部 非常重要的论点 好 这是从学脉的系统来看 第二个呢 从染尽所依 染尽所依 我们说学佛呢 其实就是希望我们从什么 杂染的生死能够清净的解脱 这是我们学佛的目标之一啊 很重要的目标了 不止之一 纵然是菩萨道也是如此 菩萨道不过只是从杂染的生死里头 虽然能够得到清净的解脱 而不忍心解脱 所以他的悲心更重 是不是 愿意怎样呢 去协助众生的解脱 好 所以这里就会分出所谓 在我们的第三页的这个讲义 那么就有几个系统 从奥寒及早期的圣典 有没有 这个是不是属于大圣佛法兴起之前的佛法时期 接着呢就是所谓的信空大圣 然后维世学 之后本论 这样看得出来吗 所以都会从这几个这个算是佛教思想史的这个流变当中 在不同的时代他有所 他也会有不同的那个 在意理上面的着重点是不一样的 好 所以呢 那以奥寒经跟早期的圣典都一致 说世间生死是什么 是缘起的 因为在佛陀 其实佛陀的成道 佛陀就讲了 原来是要不苦不乐的什么 中道行 并不是苦修的 以佛教来讲的话是不赞成苦恨 很多的宗教是会觉得是好像透过苦恨才叫做有修 那其实我们说印度外道多的是苦恨的这种外道 但是不见得能了脱 佛陀也试过 苦修六年日食一处 但是呢不见解脱 对不对 所以佛陀就体会到 其实唯有透过缘起才有机会解脱 尤其佛陀在菩提树下 做了七七四十九天 最后他其实是在世禅里头呢 观因缘法而成道的 那么也就是说 其实是因缘法帮助我们解脱的 因缘 佛陀里头最可贵的其实就是所谓的因缘法 那在早期 佛教的时候就叫做缘起法 所以呢会透过十二缘起 讲生命的什么 流转到生命的环命 所以这些都是透过十二缘起法 透过十二缘起法 十二因缘法呢 就是在讲说明生死流转的杂染法 有它发展的程序 此有故彼有 此有故彼有 此生故彼生 那如果是此无故彼无 此无灭故彼灭 是此故彼 此故彼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所谓的因缘它不是单一的 它是彼此之间的关系 我们讲信空是不是否定了所谓的单一性啊 一旦不是单一的呢 是彼此之间互动的问题 那互动的之间呢 它不可能不变 不可能不变 所以人跟人的相处也是这样 如果我们跟人家结二缘的话 我们没办法要求马上人家来跟我们结善缘 而是人家要求自我去跟他结什么 结善缘 但是过程当中呢 因为我们很着相 都会觉得说 你怎么这样如如不动 我正在那些善意 你的善意人家不见得接收不到 但是总是怎样呢 这个不好表达 他内心也会惊讶 是不是有可能也会暗惊在心 但是他也难以马上 我们的那个脸皮都很薄的 很难马上屈服 也是要静静观察 到底你是一时兴起变这样子 还是长久的变 是不是要经过一段时间 但是我们如果很着相 眼光又不够远 这个目光如斗 才变两三天 你又没变 就以为说这个就没变 其实有没有变 再变 一定再变 一定会有所变 当然三两天的变化很小 而且如果我们一旦放弃了 又人太顾名的话 那就失去效果了 是不是 所以呢 其实我们说所谓的因缘法 就是说 他是彼此之间会变的 不会不变 对不对 所以呢 两人之间呢 也没有哪一个人能够主宰 我们没有主宰性的 我们没有主宰性的 所以所谓的此故笔本身 就已经怎样 合不合乎所谓信空的定义 还是合的 就是所谓的因缘法呢 它不是固定不动的 也不能够单独的因缘的存在 并且呢 它也不能主宰性的什么 存在 这个是什么 此故笔的问题 所以 尘缘法也是因为此故笔的问题嘛 因为 无名而怎样 行 这个原 那因为行而怎样 这个 是嘛 然后 而名色六入 畜受爱取有生老死 对不对 就如同什么 这个 缓之无端啊 无端的怎样 循环 那么如何的缓灭 跳脱出来 这个是杂染的生死 那么 如何清净的解脱 那就要此无故笔无 此灭故笔灭嘛 不要起执着烦恼 好 所以呢 在第三页的讲义 第三页的讲义 里头就可以看到 生死的 杂染的生死呢 其实就是所谓的 在欧函跟早期圣典来说的话 那么是透过十二元旗的这种流转门 那么 他是以无名为杂染的根本 因为无名的关系啊 因为无名的关系 所以呢 明会是什么 清净的根本 所以呢 他是以无名为上手故呢 生一切世间杂染法嘛 好 所以是因无名而故有什么 生死 才有生死的 好 所以从无名行 那如果要还灭的话呢 那么就要以什么 以明为上手啊 那么才能够生出出世清净法嘛 对不对 所以因明呢 顾得解脱 那什么叫明呢 其实就是所谓的绝 那么也等于是到初期大圣讲的什么 Bore 好 所以能不能跳脱 他的关键会 会是什么 就是觉 是一种觉悟的心 觉醒的心 好 所以我们说 学佛也在培养我们的觉性 而不是麻木不仁的 我们常常也会麻木不仁的 是不是 好 其实慢慢的要有觉醒的心 那所谓的觉醒的心呢 就是说 不是只有盲在生活的层次里头 应该要对生命的流转 要去走一番的觉醒 想到生死的问题 因为 光是解决生活 已经 没有办法解决一切啊 对不对 因为生活的再好 哪一天忽然间一气不来 所谓的名分地位是不是也都 盖不走啊 而且也协助不了 说万般盖不去 唯有什么 叶也会随身 唯有 唯有叶在随身 那这些叶 不是到临终的时候的善叶而已 而是要怎样 有生生年 是不是点点滴滴 尤其为是 点点滴滴 种进去的种子是善是恶 它是不是已经种进去了 不是只有到临终或者到老了才来做这样的事情 尤其到我们年轻力壮的时候都比较有思考的能力的时候是更重要 效果更好一些 更好一些 所以呢 所以呢 是因为明 是因为绝 是因为波瑞 而怎样 而跳脱出来的 所以由韩经来讲的话呢 他就会说无明 而且呢 特种什么 无常无我 还有四圣地 这里有一条线其实是应该要去掉了 那么又等于说是 为什么要说无明 是因为 会是什么 杂染生死的一个根本吗 那也因为无明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是所谓的什么 无常的世界 但是 也因为绝 绝到什么呢 无我 我们为什么会无明 是因为有我 才会无明 如果能够透过无我的话 是不是就有机会明起来了 所以在佛陀那个时代 印度外道 也一直都在思考 对生命的解脱问题 所以大家 这个其他很多外道都会提出 用真我 用犯我 用神我 用打我 用什么我 不管什么我都是由我 我有佛陀提出什么 由我 才是解决 根本的解决之道 而且呢 透过四圣地 四圣地就是从什么 世间法跳脱出来 对不对 苦疾灭道 好 苦疾属于什么 世间法 我们感受到世间的苦果 他的因 来自于什么 急了很多的什么 恶因 就会 获得苦果 那么如何从世间法 能够解脱出来 而释出 他的因呢 在于什么 道因 才能得到什么 灭的果 所以这个灭的果 也就是所谓的什么 涅槃 所以所谓的涅槃 能不能到达这个 超凡入圣的境界 那个是第一次感受到什么 涅槃的味道 所谓的涅槃呢 它其实会 是透过否定式的符号 才有机会的 像无我 对不对 好 早期来讲的话 很重的是无我 讲的一个观念 那到初期大圣 性空来讲的话 他是不是透过很多 否定的符号啊 不无空非 都是在讲什么 法性空会的 是不是要深入法性 才有机会跳脱出来啊 不只是空啊 常讲说 他否定的符号 是不是不也是否定的符号 无也是 还有什么 非也是 不无空非 是不是都属于否定的符号 才有机会 怎样涅槃 它是一个结果 但是呢 是必须要去下道音 那是什么道音呢 三学八正道 戒定会三学 帮助我们 能够有机会跳脱出来 我们如果不守戒 不保持好人的身 其他道是很难学佛的 而且我们说 这个唯有会 才能够帮助我们跳脱 但是在跳脱 在解脱的当下 是要有定做助援的 所以戒定会三学 都一定要有的 所以透过三学八正道 三十七道品 以大圣佛法 甚至要用四摄六度万恨 这些是不是都是道音啊 都是道音啊 所以这里是 杂染的生死到什么 清静的解脱 到清静的解脱 也是透过什么 四圣地 尤其在《生文法》里面 更重视这个部分 奥含经所讲的也就是这样子 透过四圣地 所以那条线应该要把它去掉的 就等于说从杂染到什么 解脱 到杂染的清静的解脱 那么其实是要透过四圣地 所以我们要知苦 要断疾 要沐蔑 要怎样 修道 要修道 那么如果是信空大圣来讲的话 他更着重什么 无名中的根本妄直 也就是所谓的什么 自信妄直 为什么叫信空 就是要去破除了自信妄直 指的这个性 讲的就是自信 所以常讲说什么叫自信呢 如果他是单一性的 是不变性的 是主宰性的 那么表示他的什么 自信的存在 但是实际上呢 这些是不存在的 这个性指的是自信 所谓的自信呢 就是单一的 自己可以独立存在的 可以不变性的存在的 而且自己可以做主的 可以主宰这一切的 叫做自信 实际上呢 这些是不是不存在的 其实是不存在的 那这个讲的是里头的 不是外在的现象而已 总常讲说 我们看到的现象是外在的 叫做一盒相 一个人是不是有一种一盒相 一张椅子也是一盒相 一张桌子 一盆花 是不是都叫一盒相 我们都说一张桌子 一张椅子 一个人 一盆花 都用一 有没有 其他是一盒相 是众多因缘合出来的什么 现象 所以这里头叫做因 但是也要有缘 这个缘是因为我们的执着 有违法里头 让他能够怎样 原生 但是所有原生的东西 的现象啊 因为他这之间会互动的 他必然会怎样 原灭 所以如果以信空为明系来看待 现象 他不过就是什么 原生原灭的像 所以我们一旦看到原生的像 我们能不能预捕将来一定会原灭啊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里头怎样 信空的缘故 里面不具有这个特性 所以所谓的因缘法 是在讲这里面的 所以我们要能够透视 而且能够深入的细 这个叫细分别 我们常常在外面的这个叫做什么 粗的分别 看到别人的美丽庄严 我们是不是很羡慕 羡慕还好不要嫉妒 嫉妒就麻烦 后面的什么烦恼 隐身了很多的恶念出现 然后就造恶业 看到一个人的如何 或者看到他家里很富裕 或是什么 那个是不是都是叫做一盒像 其实那个都是有其因缘的 那这个都叫做什么 粗分别 看表象上都是粗分别 我们能不能细分别 那么就是等要能够怎样 深入法性 所以这里面在讲法性 外头在讲什么 法相 所以我们常说这个 相其实是表相 是外相 性呢 是内的 是细的 那么是属于什么 法性 所以法性 是在讲里头的 所以我们说 要从粗分别进入细分别 才可能到达什么 无分别 所谓的超凡入圣 就是根本无分别制的现前 当我们去感受到真理的现象的当下 是根本无分别制的现前 所谓的涅槃 是根本无分别制的什么 现前 他都必须要透过什么 粗分别 在外相上 进入到什么 内部的细分别 深入法性 深入法性 能够体会到所谓的 这一切的因缘 他都非常的怎样 平等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是可以优待的 特殊的 绝对的 绝对的 都没有 但是我们很深层的 我们一直忘直有 我们一直在忘直 忘直是可以不变的 可以单独的 可以主宰的 所以我们一直想要主宰出一个 什么 史可哭 还可哭史可烂的那种 绝对真情的什么 什么爱情之类的是不是 实际上你说这感情是不是会变啊 是会变的 我们在执着 对方一定要忠贞于我的 而我们不见得愿意一定忠贞于别人 所以其实我们这些都来自于我们的什么 自信忘记 其实都来自于我们的自信忘记 这些都会是我们执着痛苦 乃是轮回生死的一个什么 全员 那么这个是属于什么 信空为明系 所以呢 能够从法相而进入法性 就是所谓透过什么 缘起信空 因为缘起所以信空 也因为信空所以能够缘起 那么也等于说所有的因缘都非常平等才可能可以自由排列组合 我们的这个五脏六腑是不是可以自由排列相互的影响 我们的所有的细胞是不是也如此 没有哪一个细胞说它可以不变 那就麻烦会卡住了 我们的成长是不是也都经过这些所有的因缘自由的互动啊 而合出不同的什么现象 所以我们当我们小的时候又小的时候长的样子 对不对 等到青春时期有青春时期长的样子 等到年老是不是年老的样子 等到死亡又死亡的样子 那个都是合出来的什么 合相 是因为这里面的因缘是不是不断的在排列组合啊 不断的在什么 原生原灭啊 所以呢 透过缘起信空 就是所谓的什么 柏瑞法 那么这里就谈到所谓的有为柏瑞 有为的柏瑞 什么叫有为的柏瑞呢 是为正法信空的什么 有漏智慧 就像我们现在 在杂染的生死当中 我们可以知道柏瑞的可贵 所以我们现在的有为 我们的柏瑞是有为的 什么叫有为呢 刻意 作意的 我们是不是作意的啊 有没有刻意来造作啊 只是造作这个是善业啊 因为希望能够多虚一些法界等流种啊 是不是这样 这个是我们也 对法要有所执着 我们才可能这样花这么多时间来听经文法 是不是 所以这个都叫做什么 这个还叫做有为柏瑞 我们在解释这些 透过语言文字 透过图像 说实在这个都还叫做有为柏瑞 所以有为柏瑞就是 还未答什么 真理的境界 我们在做真理法则上面的努力 好 在不断的修正我们的思想 因为我们都具有非量的什么基础 我们要透过比量嘛 在修正 就是希望能够达于什么涅槃的限量 等到达于涅槃的限量来讲的话 就是所谓的无为柏瑞的转现 所以这个也就是所谓的物证法性 空会的这种无漏智慧 所以能不能无漏那不是追求来的 其实那个是离善来的 放下执着来的 我们因为执着不断的去和 然后呢 它必然会散 于是呢 如果透过柏瑞的话 我们应该要怎样 尽量不一定要去执着 因为我们的执着往往呢 会是恶业的多 烦恼的多 当然我们如果说善业的执着是好的 因为我们不是说能够不执着 马上不执着 起码我们要能够有转化的能力 当我们起烦恼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要起善念 是不是要去转化它 要有决性 要知道我们在起恶 在起烦恼 在起烦恼的当下 我们要知道这是恶因 恶念 是照恶业的什么前端 这也是一种决性 我们不能认着自己不断的执着 烦恼痛苦下去 那会恶性循环 因为所有的记录都记录进去的时候 它要出得来才能消失 当出来的时候都是业障的现前 所以我们说当我们一旦 这个部分一旦能够释放 所以有一句话就是说 波瑞将入必进空 绝诸细论 是入圣者的境界 但是它不是最终的目标 而是这当中的过程 然后方便将出必进空 沿土守身 第二大欧生期间跟第三大欧生期间 做的就是沿土守身的工作 那么这个呢 其实是要跟什么 所谓的欧函 去做一个比对 因为在 17页 因为在欧函经的这个 根本的教育里头 有一个问题的存在 在17页倒数第二行 在欧函经的根本教育当中 有问题的存在 就是所谓的缘起 因缘所生法里头 主要是约什么 杂染来说的 约杂染而说 所以呢 会有所谓的有违的缘起 那有违的缘起就是世间的 世间的由夜感所生的缘起 那是属于什么 苦地跟吉地 对不对 它是世间法 那涅槃来讲的话呢 是灭地 无违法 对不对 能达于涅槃 一定要在无违的状态 不是追求来的 它是自然离善而成的 当我们不起执着 文字语言都不起执着的时候 那个涅槃才能出现 我们如果在语言文字 还是非常的起执着 那是不可能涅槃的 所以为什么要有禅定 就是在帮助我们这个部分 还要能够去梳理 很细腻的去梳理 甚至去透过会学去怎样放下 好 那在涅槃上来讲是无违的 没问题 问题会出现在哪里呢 就是道定 道定 我们说三学八正道 三学八正道里面是不是有 界定会的这个会学 八正道里面有什么 正知 正知委 那这个部分呢 说是以会为前讨的界定会来讲的话 是我们的什么 道定 道定究竟是有违还是无违 照说呢 在修行的过程 它是不是应该有违啊 当它达于那个灭的时候 它是不是变无违 才能够变无违 才能够变无违 但是呢 这里还 这是我们这样初初的想 但是呢 这里就讲到说 所谓的有违缘起 一向是对苦极来说 无违呢 是但约灭盘灭地来说的 所以道定的这种因缘相知呢 有说无违 有说有违 一直都还不一定 它应该是 算是有违还是无违 那么 以大制度论里面来分别 这个波瑞来说的话 所谓的波瑞它是什么 道地的根本 那么 把它分为两者 就是有违波瑞跟无违波瑞 因为有有违波瑞 无违波瑞 所以它才会通了奥含经 隆略所尔未尽的整论 因为以道地来说的话 照说它只能是有违的 因为灭地是什么 是无违嘛 但是呢 其实在道地的当下 道地的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还是应该要有 还有无违的这个展现 那么呢 会透过波瑞 透过波瑞呢 会通 提供了所谓的 这个无违 有违波瑞 好 那这个是属于 信空 大圣系来看 那么如果透过 维世学 维世学来看的话呢 维世学 那么 在 维世学 它有所谓的三项 所以我们 讲大圣起信论 虽然在 尊传维新系里头 其实也要有一点 前面的基础 从这个 信空为明系 虚幻为世系 以虚幻为世系 来看待 所有的一切现象来讲的话 会有遍迹所值 像 然后依它 几项 跟原成十项 那因为遍迹所值 一旦有值 它一定杂染 而且呢 以为世来看待说 这个东西呢 它是不存在的 就像 比方 有一个例子 比较普遍的 就是说 当我们晚上去踩到一条 软软的绳子 吓了一跳 以为是一条蛇 那这个蛇呢 就是我们遍迹所值出来的现象 蛇存在不存在啊 不存在 第二天一大早 赶快去现场 看看有没有条死蛇在那里 就会看原来只是一条绳子 虚惊一场 那个蛇是不是已经消失掉了 它是不存在的 是我们所值出来的 因为我们在思考事情 这个变现出来的呢 还是会经过第七意识的什么 杂染才出现 所以我们都会骗迹啊 所以我们说 如果没有学佛 一样在生活 只是这种生活 都是人家骗迹所值出来的现象 就是非常主观的 自以为是的 好 那如果为是呢 就提供说 最好能够经过什么 依他起的方式 所以这个他呢 也就所谓的什么 因缘的他 依着因缘来看待 那么等于从主观而到什么 客观 因缘是不是就客观的多了 我们说是骗迹所值呢 这个值往往是什么 是我值来的 我认为如何 这是不是主观的 当我们愿意 从因缘法来看的时候呢 他才转为客观 所以会有所谓的什么 染医他 比方我们现在 还在杂染的生死当中 我们也愿意用 依他起的方式 但是呢 这个都还叫做什么 染医他 那么还有个叫做 静医他 那么透过静医他呢 而有机会 怎样了脱生死 清静的 到所谓的什么 原诚实 为事他会有一个问题 因为他从像来看待的时候呢 他会把它切割的 比较清楚一点 就是说 不到原诚实之前 就不是原诚实 纵然你用 染医他到静医他 他都还是医他 并不是原诚实 就是说 透过像 因为 比方一个蛋糕 一切 要切成十块 它是十块 它很难融融在一起 那个 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刚刚讲的 法性空会来说的话 它会比较怎样呢 很多的一核像 一核像 比性空的这个空 还包括打破界限 能够能够怎样 融到一起来 而且像不二 这样的一个观念 比方 生与灭 在现象上 我们会比较把它分成两种现象 生是生相 灭是灭相 既是生相 就不能是灭相 既是灭相 是不是就不能是生相 我们是不是很粗躁的 这样子想啊 活的人就是活的人 死的人就是死的人 死的人不能说 他是活的人 活的人不能说 他是死的人 我们是不是比较这样子想 那是不是从外向来看 从外向很粗躁 但是如果在生灭的 性空来看怎么看 每个生下来的人 是不是都步向死亡的路途去 所以是不是生中有灭啊 等到往生之后 我们说他往生 叫做什么 灭中有生 是不是灭中有生 他反而打破了这个界限 让这之间怎样融在一起 这个也会是这两个系统 以性空为明系 跟虚妄为实系 他的那个壁垒比较清楚 一个是透过法性 一个是透过法相 但是如果是文士跟真常 他是不是很多雷同之处啊 又有一些不同之处比较麻烦 因为他都从相有了做出发 只是一个从真心 一个从忘心 比较大的一个分别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 他比较麻烦的就是说 以相来讲的话 他会切得比较清楚 这一刀切下去 不管是从染一塌到静一塌呢 他静一塌都还叫做一塌 他就不是原成石 照说我们会觉得说 从染一塌到静一塌 那静一塌是不是就应该就原成石啊 但是他不是哦 他并不是这样子的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 在维世系里面 维世学 我们说 杂染的生死来看的话呢 那么他是染一塌 好 清静的解脱 他是要透过什么 静一塌 静一塌 但是他并非什么 原成石哦 他并非原成石 因为所谓的原成石呢 其实他是专指的是 那个属于法性的那个部分 虽然他还是从像来讲 也等于说要达于法性 其实才有机会解脱了 看到了那种诸法石像 或者原成石像 也就是真理的现象 来说的话呢 那么应该 是平等平等之像 是平等平等之像 好 所以呢 他会这样子 会比较怎样 切得清楚一点 所以呢 以维世学来讲的话呢 其实他也是以无名 玻瑞为本啊 也就是说 出其为世 以出其为世来说的话 就说 在维世 在那个第十八页 在第十八页的倒数二十四六 第六行呢 为世 为世者来说呢 也是以无名 玻瑞为本之 约明物来说 无名呢 使我们迷糊啊 那么玻瑞也才有机会 怎样才有机会 这个 觉悟起来 那么来建立出 所谓的杂然法与 清净法的什么 本意哦 所以说 所以说原起法及是怎样 依他起 根本意是阿拉也是 根本意是阿拉也是 我们这个之前其实我们讲到 讲到本就是大圣起心 他的根本意在哪里啊 众生心 其他就是所谓的众生心 建立他的大圣法意来说的话 他是建立在什么 众生心 也就是所谓的心真如 心真如 乃至他说 不只是心 不只是真如 门还包括了什么 生念门 好 那么如果是维世学 维世学来讲的话呢 他也是啊 因为要达于那个圆成石 其实也是要透过 透过法性的 所以呢 以维世来讲 虽然他很重法相 但是呢 他在过程当中 其实他也还要去放下什么 相的执着 为什么要放下相的执着 其实他还是要透过什么 法性 这样的一个观念而达 好 所以 以维世来讲的话呢 他是透过三性 而有三相 但是呢 也因为有三性 所以他又要 要去对立出所谓的三无性 来做一个对立 好 因为要对无常 对无 对那种火定式的符号 其实不管是维世系 或者维新系 他都要有所交代 那波瑞系他其实直接交代的是比较透彻一点 维世系跟维新系呢 他其实转了几弯了 因为他从现象来谈 但是他还是要怎样回到法性的这个部分 因为也透过法性 他才有机会怎样 才有机会跳脱出来 不过呢 因为他还是建立在 那个向有上 所以 他的整个的那个生死的根本 他还是建立在哪里 建立在奥赖野士 那么也要看奥赖野士的那个转染成绩 才是他的 他的一个根本意 好 我们先讲到这里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